新的冷水扇送到八斗子安检索 值班台一即换上新的设备 天气炎热 执行弟兄忙进忙出 金融港督姐妹协会 特别捐赠冷水扇及便平电风扇 希望提供海巡弟兄 能够有舒适的执行空间 最近我们发现海巡的救难的事件 越来越多而且也非常辛苦 尤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 天气非常的闷热 所以因此我们顾虑到海巡弟兄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 所以因此我们就为了激励士气 所以就赠送水冷扇 这个冷水扇 我们也希望说期待 能够因为借由这次的捐赠 能够照顾到弟兄姊妹们的生活 而且让他们在每一次的执行当中 都能够比较顺利平安 并且能够顺利成功的完成 所有的任务 捐赠仪式在按询二总队举行 港督姐妹协会捐赠六台冷水扇 总队长感谢姐妹协会善举 承诺会妥善运用这批设备 感谢我们的李议员以及金融市 姐妹港督协会来制证我们六个冷风扇 包含一个电风扇 其实我们就不将这个六处发到我们最需要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海港大楼我们有个值班 它虽然在外面有冷气 但是它里面它没有提供冷气 那我们用这个水冷散的部分 可以提供我们的同仁能够降暑 而且它可以让我们同仁在一个优良的环境 然后去执行我们的 不管是值班工作或是安检工作 以及我们的守望工作 能够让我们的同仁不仅感觉到很有感之外 另外他们可以让我们在知情的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发挥到最大效能 尤其他们最近呢 茶气失烟 而且呢 茶气到大概有900公斤的这个毒品啊 其实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 因为如果说这个900公斤的这个毒品 流落到市面上 不知道有多少个家庭被破坏 而且不知道有多少的青年朋友们 会被沦落到一个无法救援的地步 所以因此我们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害群弟兄 基隆港都姐妹协会 长期待地方热心公益 每年过年期间都会包水饺 送给锦梢和暗群弟兄 协会希望在民间发挥最强的后盾精神 持续将善举延续下去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